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是你们杂志发起一个忧郁症运动 抗忧郁症 你看我的潜意识 我有病吗 这位李子勋老师 就是在中央台给王硕看病的 心理医生 跟王硕聊天的 那天我还看王硕在上海还说 说李子勋老师诊断我基本正常 还是有点病态 你觉得他正常吗 一般我们不用正常和不正常 但尽管我们有这样的争断系统 但是心理学医生内心 还是不用正常和不正常来判断 我们要看他的行为和他所处的环境 是不是一个自适应过程 比如说很多人都反对他 他就显得比较有战斗性 这是一个自适应 你不能说他是天生具有攻击性 因为他不攻击他就活不下来 这是一个自适应 你说到攻击性 今天咱说聊人的心理 还就在今天凌晨在美国发生这么一件 历史上也会成为大事了 美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枪击案 30多个人 说这个人手拿双枪 你想想当时这情况 很多弹夹 一边拆卸弹夹 一边啪啪啪 打人 这众医院都默哀一分钟 你对这事 咱这心理医生当即诊断一下 说是什么怀疑有可能是亚裔还是华裔 不管他是亚裔华裔 还是欧裔 还是北美裔 但是可能人处在这种情境的时候 他实际上跟现实已经减够了 就是说他的现实感已经瓦解了 没有现实感 就像我们打游戏 就是说打游戏的时候 以为自己谁都可以杀 但是他是在脱离现实的环境里 他是在游戏情境里面 他可以拿着枪对着手用打 他可以打死的越多越光荣 那么当一个人压抑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处理不好 他突然现实瓦解了 就是说身边他没有现实了 他就活在自己内心的一个建构的 所谓的一个内心场景里面 就是说他拿着枪就在打游戏似的 他杀人就没有痛感 也没有什么 没有道德感 不要说道德感 连什么感都没了 麻木的 甚至没有快感 我听他们讲 美军飞行员 那基本上跟我小侄子差不多 就是在这电视屏幕上 他没有真实感的觉得死了这么多少平民 对 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分析这个人就当时 当时的状态应该是这样 不然的话 他会受到很多他内心的观念阻碍 比如说散的观念 比如爱抚生命的观念 或者是道德观念 或者是正确与错误的观念 这一观念就会 如果他没有现实解体 这一观念会控制住他的行为 就是我们人有一个超我 一个理想自我 就会说你不能这样干 你不能打死人 你不能伤着别人 但是他如果现实解体了 他开枪的时候 没有任何心理阻碍 没有内心阻碍了 他说这事 他说这事 咱有没有想起前一阵 云南丽江的徐敏超 你们也报道这事吧 对 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 你们讨论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就是觉得 他可能确实是平时的这种压抑太多了 因为好像说 他平时是一个那种 对人特别好的 就是照顾这种 就是妇孺啊什么的 好像在这方面特别 就是评价 社会评价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但是他可能平时很多东西会压抑下去 他的情绪就是没有正常的 就是有一个疏解的过程 所以他在那一瞬间可能突然崩溃了 就像突然进入到了一个 他觉得可能一点点小的事情 可能就成为导火索 其实有些时候 这个很难说因和果的关系 你说亚裔是他的原因 其实亚裔是他的结果 为什么呢 就当有些人他早点他缺少安全感 他似乎用迎合别人 或者讨好别人的方式来生活 他通过迎合你或者讨好你 就觉得自己安全 所以他在所有的行为习惯 并不是外在有一个什么压力来压制他 或者他的生活 与别人比起来他没有跌量 不管怎么说 这个压力更多是内心的一个压力 就是内心来控制着自己 害怕暴露着自己的糟糕的东西 你比如说他自己内心有残酷 残酷欲望的一个人 就像那个马家爵 对吧 可能他从小都有这种叫偏执性的人格障碍 就是说带有一种就是说残忍性 但是他早年在青春期以后 他突然害怕他的残忍性 他自己害怕 然后他就通过加以自己的行为 变得内向 变得甚至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 那么这心理障碍就弱化了他的能力 让他变成一个弱者 当变成弱者 就像你说的那个导游 他就开始迎会别人 变成一个好像可以被别人忽来唤去的人 那么当别人真正这样做的时候 他内心的仇恨是很大的 结果就出麻烦了 因为我报道这个案子 我就看他 他的有些心理 好像我都出现过 你比如说 刚才李老师讲 说这个正常 我现在对正常人这个概念 觉得很怀疑 就是你什么算 你看现在开始有人说 这个许敏超 他是精神分裂症 最后说是初步司法鉴定 他不是 这是一个解释 就很多人我们喜欢贴标签 就说忧郁症 什么症 分裂症 对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个人的心理 他是活的 他没在这变动 所以你这个正常人 我同意你的意见 就我觉得许敏超 当时在那个四方街上 他经历了一个精神崩溃的过程 这个精神崩溃的边缘 我都几乎 你看他当时说什么 他就是全培 他全培 开头就老跟地培 发生矛盾 云南那边地培发生矛盾 发生矛盾 你知道到那天下午 他推嗓地培 掐着脖子 嗓了两下 地培哭着跑了 跑了之后 他自己后来说 他走在街上 觉得头皮发麻 脑袋发胀 其实他说那半个小时 他是恐惧 他说他恐惧什么 他怕地培和旅游车的司机 都是当地人 伤害他 暗算他 报复他 这就是没有安全感 因为以前出过这个事 甚至他脑子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 就是说我回不去了 我回不去西里 按说很荒唐 我为什么觉得跟我很有共鸣 我在曾经受过种种压力的情况下 当时心里有一个微弱的声音 很害怕 会问坏了 我这是不是从此就疯了 我是不是精神病了 他那个声音 这个徐敏超也是 然后他说 他找那把刀 是想防身 自卫 但是这个刀一亮出来 他一见到这把刀 他就说 从之后的事 他大脑空白了 可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知道 我们只是来重建这个犯罪过程的话 就是刚才的头皮发麻 是一个叫人格简体 人格简体有一个感觉 就是突然有一种失真感 失真感 就觉得好像跟现实有点分离了 陌生感 然后就处在 这个时候 他的趋地感也没有了 高度的处在一个情绪 他被一个焰头控制住了 那么这就是人格简体了 他的现实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 他拿到刀的时候 由于他内心充满着害怕 充满着敌意 就觉得这个敌意 但是这个时候 他就发现周边的人 事物都是被别人带来的 事物都是为了一个女孩 要说什么 他就能够凭空的 从别人的眼睛里 看着那个人对他有企图 试图要治他 结果他拿着刀就看 他就会觉得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想的那件事 对 这个时候 他其实杀别人 是觉得那个人是要来杀他 对 这就是人就简体了 没有现实感的 那你说你像徐敏超这种人 他要是平常情况下 你能看出来 他有精神病 或者说他有潜在的 这个崩溃的因 当然了 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分析系统来看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人 有多大的危险性 就是在应急状况下会过渡 就是防御过弹 或者叫做崩溃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社会资源系统是不是足够 就是说他从小是不是 跟大家都能够交心 对吧 比如说他有很好的朋友 他遇到困难 有人来帮他 比如这个时候 有人帮他打个电话 那个人一定会出面来 比如说他有很好的朋友 那么其他的导游会跑过来 说来安慰他 说没关系我在这 他们要干什么 我会报警 对吧 这就叫社会知识系统 如果他有 第二呢 就是说他在早年的 有一个深层的共情 什么叫深层的共情呢 如果这个孩子早年 跟他妈妈关系特别好 那么他就能够感觉到 妈妈的喜乐哀乐 这个能力呢 就会转移到别人身上 他也会感觉到 别人的喜乐哀乐 当他刀鸡刺别人的时候 他内心就会疼 因为他知道就是 他有这个能力 他就不会杀下去 他杀下去的时候 就会发抖 他觉得对方会疼 他就会感觉到疼 我觉得他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当时家庭 因为是好像父母离婚 好像他很小的时候 然后他就不跟他妈妈 在一起生活了 他好像跟后妈住一块 对 跟后妈住一起 就是家庭关系比较复杂 可能他从小 就是那种家庭的安全感 或者是亲密感 他比较缺乏 所以造成他可能对 和人的那种亲密关系 没有办法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正常人 最可怕的是这个 就是你走在街上 这么多正常人 实际上人的心理 不是稳定的 当然 你闹不清哪天 你不知道哪存在的危险 我甚至有时候怕 我们足里谁哪天 就给我发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李老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李老师情绪不正常了 我是说就是 其实你发现没有 真正的精神科医生 或者是真正的心理学医生 是最胆小的 为什么 他们对人的这种 这种复杂性的 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行为 行为状态是知道 是人有些时候难以控制的 不可测 所以他们在外面 你说精神科医生外面 不惹事 胆小 包括一些警察 也挺胆小的 因为警察接受 接受犯罪的势力太多了 知道一个口诀 就召了杀生之祸 你知道吗 因为人他的确是个复杂系统 你想吗 你搞不清楚 预测不下 他第一个 其实我们现在心理学经常说的 就是你拿脚踢个石头 你大概知道了一个石头 滚在哪去 你拿脚去踢个皮球 你就难以判断了 你不知道 这个皮球掉下来的时候 和什么地面接触 会弹在哪个方向 你不知道 假设你拿脚去踢个疯狗 踢一只狗 流浪狗 你就更不知道 这个狗是扑上来鸟里 还是怎么样 那你是拿脚去踢个人 你就更不知道 就是说人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 就是说知道像这个导游的故事 其实每个人真的不要太惹事 不要太惹事 像警察 精神科医生 心理学医生 在外面就是很老实 因为他知道 谁都是潜在的疯子 他说谁都可能会崩溃 谁都可能没什么崩溃 你不要欺负人 不要成为那个导火所 让别人崩溃 你觉得你有濒临崩溃的时候吗 濒临崩溃的这个经历比较少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做杂志 他会有那种 就是在的烂的那种压力 时间压力 因为你要在固定的时间 这个杂志要出来 所以在那个 那个最后的那个期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说所有人都非常紧张 然后呢 那个时候可能是他 比如说跟男朋友吵架呀 然后跟别人发生冲突 最多的时候 肯定就是在那种压力很大的 那种状态之下 我就觉得现在的很多 像这个白领 这个特别可怜 当然你说他是不是比贫困地区 老区人民更可怜 咱们不知道说这个 精神压力啊 你比如 我就跟你讲 李老师 就是我自己想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 会不会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的身体 他能承受的这个压力 是有限的 可能心理啊 就是所谓说你是正常人 其实是在一个 某个临界点以内 你承受的内外压力 你觉得你表现出正常 但是你比如说 要是亲人过世 可能这个消息 不是你能承受的 你就很难说 就是所以说正常 实际有时候超过一个临界点 你可能就疯了 这就是心理学 今天讲的应激理论 就是你的压力 你的应激源有多强 当超过100 你就要出病 要么你就要情绪生病快 要么你就是身体出麻烦了 对吧 这就是你说的压力 当各种各样压力堆积在一块 比如说就像我们说 一个人他离婚了 对不对 他离婚了 那么接下来呢 他又遇到了 就是说工作被开掉了 再接下来呢 他的房子因为欠租 又被赶上大街了 这就麻烦了 因为他处在任何困境里面 同时瞬间产生的压力过大 这个人就只能崩溃 我记得一个电影就是这样的 他跟他吵架 然后跟老板吵架 然后就被老板吵了油 出来以后 又遇到什么倒霉的事 结果他就捡到了枪 是什么暴徒扔那枪 他拿着枪就开始打人 一路打就往回家走 然后警察就围着他 他就一路往家走 是个什么电影 忘了 就是他就 这个时候老师的人 很老师的人 那个电影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压力过强的时候 他就疯了 对 我们好像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 一般像这种 这种就是丧亲 然后工作遇到很大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 在这种压力 就是三重压力 就是最严重的这三重压力之下 然后人崩溃的比率是 正常人是百分之三十 然后好像这个 因为我们做抑郁嘛 就是抑郁 对 如果他是有抑郁病毒携带者 容易患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的话 他可能百分之八十 是有可能会出问题的 一定会患病 而且啊 你看我 我那天看见一个案例 说在世界什么形式史上 有这么一个 最后被判无罪 犯下无数血案 被判无罪 为什么 说有二十四重人格 二十四重人格 但是彼此人格之间 不知道 就是警察抓他的时候 他说 我伤害什么人了吗 就是这样 但是说他这个人格 怎么形成呢 就是有些时候 你会感觉 也是一个避世的手段 就是小的时候 父亲 比如说虐待他 打他 旷在一个环境 他无法逃脱的时候 就说他在心理上会成长出 另外一个 他以为的他自己 所以我现在想 有时候我在这社会上混 有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当疯子 当个心理像明镜一样的疯子 实在是有很多的方便 不过我到那一看 我一看都排队 疯子都满了 我就最近我琢磨着 我只有当傻子了 当傻子 就是真像王硕 北京话版翻译金刚经 里边讲有一个 释迦摩尼的徒弟 叫须菩提 对吧 须菩提说我已经 达到了夸也听不见 骂也听不见 不知道什么是露脸 不知道什么是现眼的境界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目标 这个也不好 这好吗 这个不能用好和不好 就看你应对什么场景 如果你应对是一个复杂情境 你难以处理 那么装傻 或者真傻 可能是一个比较useful 有效的方法 但如果你应对的只是一个简单的 你稍加努力就能解决的 那么这种装傻 有些时候就变成真傻 因为前者是装傻 是聪明 但是一傻的方式出现 后者就连基本的东西都搞不定 那就是真傻 就是慢慢你这个能力得不到锻炼 所以它慢慢也就会丧失 你说我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太敏感 就是实际上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讲 实际上 以每一个观众的意见 我都会特别的 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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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 实际我是个这样的人 就是咱们俩当朋友交往 你一个眼神 在我心里都会引起很大的 你看 正因为这样 我觉得我必须躲开 我不要 不听 不门 就说夸也听不见 骂也听不见 这让我躲进小楼城一桶 我能成全我一个平衡 这个很简单 就像你平时跑路 就像白米冲刺 所以冲刺完了 你就得躺一会儿 也就是说你太关注周边的东西 那么这个信息对你是有压力的 因为其实我们得的心理病 现在我们认为是信息病 就是过头最速的信息 重复的 最速的 交缠不清的 混杂的信息 堆积在大脑里 堆积在内心 就形成了心理疾病 所以当你的敏感 就使你不停地采拿不同的信息 所以当你没有人的时候 你就躲在一边休息 或者就不跟人见面 这就是自我去适应 自我去调整 所以就是那种如龙如哑如痴如狂 我常常想起这种词 你是不是觉得我病了 你现在搞抑郁症运动呢 没有 我们是觉得就是说 情绪它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宣泄 就是不管你是 就是高兴也好 不高兴也好 都需要有一个 就是表达 都需要有一个出口 当你没有这个出口的时候 可能它慢慢的就会成 就是说你的这个心理势能 都会积累在这里 它就总有一天 它会出现问题 但是如果说它能够正常的摆动 因为情绪它好像就像一个钟摆一样 就是你只有能感受到那种特别低落的时候 然后你才能体验到那种特别 就是极端的幸福的快乐的体验 你看你说的事 我还挺想 我先后听一个作家 一个歌星都跟我说 强强强强强强调说什么 说我心里干净 我为什么 其实我人际关系很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想什么就说什么 就是比如说你欺负我了 我肯定要发泄出来 或者说我心里有什么 我不管对不对 我反正说出来算 他觉得这样 好像他的心理就能保持特别干净 这不行 其实只要看 他这个回应有没有可能会伤及别人 因为别人会给他的情绪回应 因为每个人其实在人际就像照镜子了 你做一个怪脸 你看到的就是怪脸 你是会不快乐的 除非你这个人是麻木的 你是骂得痛快 骂了就扭头就走 但是后续效应 你最后还要靠自己来减轻的 因为你破坏了这个人际关系 或破坏了这个同事关系 那结果你还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肯定是属于 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他是这个心直口快 就没有恶意 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你说什么 哪儿比比账都得还 自个闯的货 全面自个收拾 其实亚金刚的事是对的 但是这里面有可能要存在一个误区 就是说任何人的情绪都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有的人他喜欢大起大落 这是他本性决定的 如果你让他平稳 你让他经过心理学调整成平衡的人 这其实是对他的一种伤害 就是这一点 就是说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像健康心理学这样 谈到一个叫平和的情绪 除非就是到了六十岁修炼成精了 他知道怎么摆平自己了 如果一个二十三四十岁的人 你非要把他提前搞得那么不温不火的 可能他要失去很多锐镜 包括他的生产力 他的创意都要受到伤害 这个很简单 你看不同的公司 你比如说现在IT公司 哪天让你打卡去上班的人 他那个业绩就不好 自由自在的就是网上下载任务 像Google我们都说的 Google他的办公费用非常便宜 就是说你下载任务 你自己完成 你可以睡大觉 你可以半年不带公司 但是你只要定期的交就行了 他的创造性很强 情绪是这样的 我们凤凰的经理们应该请你去讲课 这是我们打工仔的心情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亚军你看怎么看都像个心理正常的人 圆润的脸 对就是这个情绪一直得到比较好的调的 真的真的 有一个成绩情绪的人就好办 是吗 可以撒撒娇啊 怎么怎么的 那我倒也没有 就是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经常跟李老师啊 各个方面的这些 专家啊 就是跟他们可能这种沟通会比较多 就是你会发现 就是当你情绪很低落或者怎么样 也是很正常的 是OK的 就是你不会过度担心 没错 所以我们像第一年做这个抗抑郁活动的时候 然后当时我们的这个大的主题是说你好抑郁 就是说抑郁OK没关系 就是说我们认识一下握个手 然后呢这事没有那么可怕 然后这个第二年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叫它飞越抑郁 就是说抑郁这个状态它来的时候 它其实也有AB面的 就像刚才李老师也讲 就是说你抑郁你也会受惠于 就是说你在一段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 也是没关系的 大家不要过度在心 痛苦也是好的 对它也会成为你很重要的一个可能经历或者是一个资源 对我就爱抑郁怎么了 干嘛非让我那么兴奋呢 当你抑郁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就改变了 因为大家会来关心你 因为抑郁就像把你变成婴儿了 婴儿是需要把大家保护着的 怪不得那么多人装疯呢 都想获得全球会的爱 对当时我们那个就是采访一个一个明星他得抑郁症嘛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哎呀 说说你是抑郁症嘛 你是不是就想让你老公多重重你啊 或者怎么样 当然他自己是觉得他确实当时也是很痛苦 就是大家当然对抑郁症也是要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好像合适的一个认识 就是他既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呢我们也要就是注意你的情绪的波动 所以李老师这精神不错啊 自己砸自己同行的饭碗 说不要老强调病态 这是一种不好的暗示 我是说抑郁正在指示你的部分 就像我们经常说 抑郁是你的 但是你不是抑郁 你又比抑郁更多的正常的生活 我们心里可以做 经常问抑郁在你多少 如果只在你三分之一 那么三分之二你可以表现出正常人的样子 这个技术 对 不是说不高兴你就有病 有时候也可以享受这种不高兴 这个太随